哈喽大家好 我是龙2 继小米和荣耀之后 联想今天也正式发布了品牌旗下的第一款滑屏机型 联想Z5不说 那废话不多说 还是老规矩 咱们去现场看一看这款号称是小米MIX3和荣耀Magic2大哥的手机 到底称不称之 OK那现在我手中拿的就是陶瓷黑配色的联想Z5 Pro了 当然Z5 Pro这一次也只有这一个配色可供选择 手机正面配备的是一块由三星供应的6.39英寸AMOLED显示屏 屏幕分辨率为2340x1080 可以看到手机顶部和两侧的边框控制的非常不错 下巴的宽度也并不感人 官方称其屏占比高达95.06% 实际观感也确实比较震撼 手机背部采用了康宁曲面玻璃覆盖 观感和握持感都还不错 顶部放置有一组2400万加1600万像素的双摄像头 分别采用了MX519和MX576的sensor 成像效果值得期待 整机的厚度9.3毫米 相较于另外两款滑盖手机还是要略厚一些 将滑个儿向下滑开后 我们可以看到内部放置有1600万的前置摄像头和800万像素的红外摄像头 当然了听筒也被放在了这里 至于滑开联想Z5 Pro采用了叫6位双螺旋滑轨的结构 下面我们来实际感受一下 整体来说联想Z5 Pro的滑盖手感还是比较舒适的 握在手中也没有任何的松动感表现不错 另外要说的就是联想为了把屏幕边框做到极致 所以在屏幕上方并没有像小米MIX3和荣耀Magic 2那样流传音的开孔 今天话基本就要求滑开滑盖了 比较给力的是联想这一次还给Z5 Pro加入了屏下指纹 说实话在滑盖手机中屏幕指纹应该算是目前体验最好的解决方案了 如果没有那一定会被喷得很惨 最后要说的就是配置 联想Z5 Pro这一次并没有选择搭载顶级的骁龙845 而是选择了更为亲民的骁龙710处理器 标配6GB的运存满足日常使用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价格方面64GB版本 1998元 128GB版本 2298 真的可以说是很厚道了 如果你预算不高又想体验一下滑盖全面屏的手机 那联想Z5 Pro确实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对了在今天的发布会上除了Z5 Pro之外 联想还发布了一款定价298元的无线耳机联想Air 整体采用了六轮柱的造型 颜值还是蛮高的 喜欢的小伙伴不妨关注一下 好了那关于今天联想的新品发布会 就先跟大家扯到这 更多有趣的黑次讯息数码体验 别忘了散发关注微角的微信公众号 每天都有新内容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